今天就是農曆的尾牙了 习俗上要吃挂包 因为外形就像钱包一样 象征发财 不少人也应景 希望能够让荷包长胖 也因此在高雄一家老字后的挂包店 一开店就涌入人潮 另外还有业者 则是推出了彩色挂包 同样人气超高 包子夹满酸菜 卤肉最后撒上花生粉 热腾腾挂包大功告成 9点一开业就大牌长龙 业者制作挂包一个接一个手没停过 高雄这家老牌店是不少老套最爱 就是一个习主 公司也是喜欢吃这一家的挂包 很早就来牌 说是挂包会赶运 就来牌一下 今天日常买几个 原来农历12月16号是一年一度的尾牙 换上国力落在1月26号 香肠古代商人为了祈求生意兴隆 会准备祭品祭拜 其中挂包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外形像钱包象征发财 代代流传下也变成华人重要习俗 今天要吃都整个吗开队 对啊没办法因为人手都不够 由于人力短缺只开放现场购买 一找店里就涌入人潮排队强卖 另外三名区还有业者推出彩色挂包 同样冷气超高 就是红麴色 就是抹茶粉朵 然后黑糖啊 利用不同配方混合 做出不同口味创意十足 一开店也吸引民众购买 今天是那个土地公的尾牙 一定要拜 然后就是让你的钱包满满满 因为这家很有名 所以我们就都来这边买 而且这边的口味蛮多 尾牙吃挂包 盼能让荷包长胖 习俗应景也让南部挂包店出现买气 接下来我们高雄报道